RG版本的鋼彈GP-01 傑菲蘭莎絲的外盒開箱 那這個其實是很久之前買的 那現在終於有機會跟各位來開箱做見面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它外盒的盒繪 那一樣RG的盒繪就是會有一個大頭跟全身的造型 那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很久之前在台北三創的鋼彈BASS買的 那那時候買的時候是有做活動的 所以是便宜蠻多的 不會是售價的這個價錢 那喜歡的朋友們也可以在模型店找找看 那有一代掌這個是蠻久之前購買的 所以各位還可以清楚的看到這邊有一個萬代的紅標 那在之後出版的鋼彈的模型就幾乎全部都是藍標了 所以紅標的盒繪已經算是非常的稀有了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就是它外盒的盒繪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側邊的盒繪吧 側邊的盒繪一樣有它的一些介紹 像是一些細節還有就是像核心戰機2的這個 還有這邊的這個就是未塗裝的樣子 好再來就是這個就是它的短邊的盒繪 好短邊的盒繪一樣相當的帥氣 接著就是這個另一個長邊的盒繪 有各種知識阿可動性阿等等的介紹 好這個就是外盒的盒繪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就把盒子打開來看一下裡面的零件有哪些 小盒子裡面一樣有介紹就是GP01在各個不同規格的介紹 像是之前有出過BB戰士 也有出過HG 也有出過MG 好看一下另一邊 另一邊各位也有看到就是它曾經出過PG 好曾經出過PG的版本 那這邊呢最新的這個呢就是RG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裡面的零件 第一個呢要跟各位來介紹的呢就是說明書 好說明書呢就是像這樣子 那這個鋼彈GP01呢 解非燃沙斯呢它呢在花語裡面呢有一個是 清純的愛的意思 好清純的愛的意思 因為它在解非燃沙斯呢它是一個花的名字 叫做 呃 沖蘭或酒蘭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 風雨蘭的別稱 那花語呢叫做清純的愛 好 這是它一些小科普的知識 那裡面呢當然會教各位呢怎麼進行製作 好然後像是這個核心戰機2 等等的 那關於這個GP01呢 後來呢有出過一個宇宙型的 那是因為呢它在製作的時候呢是 地面戰的規格 那到了宇宙之後呢曾經呢被 呃評論說它的機動性呢 比吉姆呢還要不如 所以呢就出了一個宇宙推進型的 GP01 FB 好這個呢就是它的組裝的說明書 那後面這邊呢就是它的一些貼紙的說明 那由於呢這一次呢是鋼彈的模型 所以賴桑呢應該會把全部的貼紙呢都貼上去 好這個呢就是它的說明書 那再來呢就是這一次的貼紙 好這一次的貼紙呢 算蠻少的不多 好所以呢賴桑這一次呢應該呢 是會全部都貼上去的 好這個呢就是貼紙的部分啦 好那一樣呢我們一樣呢 先從框架來開始看 首先呢是框架A 好框架A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有白色黃色透明的零件 還有呢黑色跟灰色零件 黑色這零件呢主要呢是武裝的部分 光束的步槍 那白色零件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頭部啊盾牌啊等等的零件 好這個呢就是框架A 再來呢就是框架B 好框架B呢一樣呢是骨架的零件 好我們可以看到腿部啊手部啊身體啊腳底 手部等等的零件呢都在框架B 好接著看到的呢是框架C 框架C的零件呢就是藍色紅色 像是腿部啊盾牌啊身體啊等等的 那這邊呢還有光束軍刀的效果套件 也有光束布槍的效果套件 好這個呢就是框架C 再來呢我們看到的呢就是框架D1 框架D1呢就是白色零件 像是核心戰機 腿部肩膀等等的零件呢 腰部等等的零件呢都在框架D1 好那一樣呢框架D2呢是大部分呢重疊的零件 各位可以看到說呢下半部呢是多出來的零件 下半部呢是沒有重複的零件啊 像是腰部啊等等的核心戰機這個呢只有一個的話呢 下半部呢是沒有重複的那有重複的呢就是像D2的這塊零件一樣 好這個框架呢就是像腿部啊等等的會有兩組的零件呢都在框架D2 接著呢來看到的是框架E1 框架E1呢就是一些灰色的零件 像是這個應該是核心戰機的零件 然後呢彈夾等等的一些灰色零件呢這應該是腿部的零件 在框架E1 好那一樣呢框架E2呢就是會有重複的零件像是這樣子 這邊呢腰部呢跟核心戰機呢等等的零件呢不會重複 那E2的呢就會重複的像是腿部啊等等的一些零件呢有重複的零件 在框架E2 好接著呢就是框架F 好框架F呢就是 呃它不是全白的零件它是帶有一點灰色的零件在框架F 好像這個是手部腿部等等的零件呢在框架F 好再來呢就是框架G啦 好框架G呢算是一些武裝的零件 好像這個呢就是盾牌的內部等等的一些零件呢在框架G 它是比較黑色的零件 那另外呢我們可以看到說這一次呢它也有附一個 拿盾牌的這個手部的零件呢在這邊 好是蠻特別的 GP01FB呢跟GP01呢都有附這樣子的零件 賴桑絕對呢是相當好的設計 但是呢可惜呢接下來呢就沒有了 好接下來呢就幾乎都沒有看到 賴桑在做這麼多RG模型的系列當中呢只有看到GP01 GP01跟GP01FB有這樣子的零件 這個零件呢對於拿盾牌來說呢其實是非常好的 好這個呢就是框架G 好那接下來呢賴桑就來開始進行製作 那製作的過程呢我們一樣呢會拍成影片給各位看 好那我們今天外盒開箱呢就行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們呢別忘了到我們LGH的YouTube頻道訂閱 並且呢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LGH的GAMEHOUSE的FB粉絲團呢按讚 好那我們今天外盒開箱呢就行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各位LGH的朋友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小鈴鐺 小鈴鐺